大家好,今天我家这个房子楼顶要盖碗 今天请师傅过来,把这些桌拿到上面去 看看,这个房子20年前做的,下雨天的时候上面会漏水下来 所以要盖碗 我家这个房子在早没有设计好 20年前的房子没怎么设计,随意做的,能住人一步 搞到我家里面前院后院,这屋将近300个层房 这屋才80个层 有钱的把这栋房子推了,重新盖 不要想 小胖胖 跟奶奶逛街去了 买了什么 现在弄一点砖上去,然后把那个机器给压稳来 上面的机器压稳了,压结实了 然后就开始用这个斗车装砖,然后再挖上去 现在要把这个小设备固定一下,但我还要用砖压住 前面就是幼儿园,多漂亮的幼儿园 这我家以后把瓦盖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邻居这样 小胖胖 大家看一下,我家正对面啊,马上就要动工了 将近四五十亩土地,要做房子,然后建新的龙帽市场 你要我们那个老的菜市场啊,就要搬到我家正对面来 好多人已经买了地皮,盖房子 是一百二十个平方,十八万 前面的,里面的就稍微便宜一点 没钱,有钱的话我也买一个 就在我家正对面 如果这个龙帽市场做得起来的话 还可以做商铺 挺好的 这我家正对面以前就是稻田 以后盖起来了,那就是房子了 现在这个小设备已经压好了 我老爸在下面装一装,用那个抖车装 现在,现在要把这根竹子给拉上来 这根竹子的作用就是挡住这个把手 现在拿这个瓦片,这个瓦片两块四毛钱 一块